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卫 放肆点 这几天大家表现都不错 表现最好的那就是要 既热情又自然 还要分寸拿到 恰到好处 具有淑女风范 那就是你妈 可是客人在吧 我总觉得有点居属 再坚持一天 客人一走 大家就可以放松了 今天是初五明天初六 我估计啊 苏珊也该回学校了 破五吃饺子 今天大家齐上阵 老伴 发围局 来 你的 你的 给你 我今天玩得太开心了 尤其是那个 家麦 非常好 你都听懂了 大概百分之三十 厅里的初级水平 对 初级水平 我当时光顾着喝茶汤 一心不忍而用 还有这个糖葫芦 越看越想吃 您就留点热 一会儿回家 还得吃饺子呢 对 吃饺子 我们的习俗啊 大年初得吃饺子 对 我喜欢吃饺子 吃饺子 小姐 你们也去逛面会了 你也去了 是啊 这是谁啊 这是我同学 苏珊 美国来的 这位是我邻居 大家都叫她刘姐 刘姐 你好 我是苏珊 您贵姓 您叫什么名字 我姓刘 我叫刘丽云 刘姐 你好 过年好 苏珊 过年好 您贵姓 您叫什么名字 我姓刘 我叫刘丽云 您贵姓 您叫什么名字 您贵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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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叫什么名字 What's your surname and your footname 我姓刘 叫刘丽云 我姓刘 刘丽云 叫刘丽云 my surname is liew and my footname 是琉璃院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假设你叫刘丽云 那么在回答别人询问的时候 你可以说 我姓刘 或者说 我姓刘 叫刘丽云 您就是苏莎阿姨吧 阿姨好 你好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乐乐 阿你就是乐乐呀 喂您好 请问老李在家吗 我舅舅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同事 想问他剧本的事 哦那我转告他吧 您归姓 我姓林 叫林峰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小北 馅要少放盐 老伴 这面要多揉一会儿 刘雅 这个饺子要薄片大馅 包出形状了 就别操心了 能不操心吗 这顿饺子 具有展示我国传统美食的 重小意义 要不您来 小伟 咱爸不看家务已经很多年了 就剩动动嘴了 说什么呢 就剩给我们大家伙指导了 我们可不去指导 您亲自来得了 对呀 爸爸 来来来来 亲自来亲自来 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 我就当个艺术总监就行了 不行了 这个大熊猫啊 就等着你们了 尿会逛得怎么样 收获很多 要不是因为吃饺子 对呀 他这串糖糊肉也进度了 饺子砸得了 对对对 饺子的萌芽状态 苏珊你看这个是面 这个呢是馅儿 然后呢把这馅儿啊 包在这个饺子皮里 然后这么一捏 就成饺子了 真的 苏珊啊 我们想邀请你一起包饺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 我 我包饺子 太棒了呢 来来来来来来 先洗手 饺子皮让他 让他砍的 太棒了 跟他的伙伴们不大一样 出血炸裂 这就算干得不错了 苏珊啊 包一个饺子试试 你看啊 就这样 一捏 这就成了 太棒了 一捏 就成了 这是什么 苏珊包的饺子 这跟他的伙伴们 就更不像了 露馅儿了 你问起来什么 你知道露馅儿 是什么意思吗 馅儿露出来了 好 露馅儿啊 就是把原本想隐瞒的事实啊 给暴露了 你好比啊 一只伪装好的狐狸 一不小心露出了他那尾巴 这包饺子没学会 先学会一词 是 学会了学会了 露馅儿 这包饺子可不能露馅儿 要不然放锅里一煮 它就成片汤了 我们过春节包饺子 还有一个传统节目 这个奥妙啊 就在下 停 就先说到这儿啊 留点悬念 留点什么悬念 舅舅把编剧的技巧 用这儿了 来来来来来 苏珊你电话 我电话 我电话 喂 啊 等我一会儿 等我一会儿 谁有硬币 我早就准备好了 而且啊都消完毒了 好 我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爷爷说要留着悬念 悬念 悬念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苏珊 你和你爸谈得怎么样 那怎么办啊 别说这些 继续包饺子 包包饺子 这是什么 好 苏珊包的饺子 谁有硬币 我早就准备好了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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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this 谁有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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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语中 我们用一问代词 谁来询问具体的人 用什么 询问事物 用哪儿或哪里 询问地点 用什么时候或几点 询问时间 询问时间 用怎么询问做事的方式 用几或多少 询问数量 这就是用一问代词的疑问句 在哪儿呢 你找什么 哎呀 我找眼镜 这卧室里没有 书房里没有 这厨房也没有 那这是什么 嗨 我有音乐会的票 你们谁想去 我想去 你呢 什么时候的 明天晚上七点 明天晚上我有事 苏珊 你去吧 你有什么事啊 不告诉你 太好了 太好了 该吃饺子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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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是他们家的客人 请他吃第一个 对 对 太好了 竹手的饺子更可爱 直接吃吗 我给你示范一下 先把筷子拿起来 然后加一个饺子 蘸一下料 放在嘴里 香 香 他太滑了 小伟啊 去把那刀叉拿来 不用 我自己备的 来 请 请 这样吃吗 太好吃了 好吃就多吃 吃碗菜了 苏珊阿姨 你是不是今天吃完饺子 明天就走了 我往哪儿走呢 你不是要去学校吗 乐乐 不许乱说 你们不怀疑我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哪有的事啊 苏珊 您能来到我们家 我们非常高兴 对 我们欢迎你 我们大家都喜欢你 对 要在我们家住多久都行 对对对对 太好了 那我就不走了 啊 啊 啊 我要 我 爸爸呀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苏珊呢 太热爱中国文化 她没跟家里打招呼 就来中国留学了 苏珊阿姨是偷跑出来的 我要我独立 我爸爸同意了 好 好 等会儿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个独立 也包括经济上的独立 他老爸 再也不会给他寄钱了 他要勤工俭学 为了省钱 他要在咱家 永远地住下去 没关系 以后啊 你就把我们这儿 当成你自己的家 哎 哎 我们呢也不拿你当外人了 咱们今天是初五吃饺子 咱们正月十五接茬呢 咱们就吃元宿 元宿 那个就像 乒乓球一样的甜饺子 太棒了太棒了 来来来我们吃吧 来来来我们吃吧 来来来吃吧 来来来 喝饺子汤了 颜汤化原石 什么 就是用煮饺子的汤 来帮助消化饺子 这是吃饺子的最后一个节目 最后一个节目 那你们说的那个悬念呢 对了还有悬念 老伴 现在可以说了吗 这奥妙就在这饺子馅里 按照我们中国过年的传统啊 包饺子的时候呢 要包一个有特殊馅的幸运饺子 那这个幸运饺子里 我们放了一枚硬币 对 谁吃到这个饺子呀 谁就是最幸运的人 得 他们把我想说的都说完了 去一脚就真有趣 慢着慢着 这枚硬币 谁吃到了 没干上我 没吃着 不是我 没吃着 那这枚硬币到底让谁给吃到了 是不是露馅了 煮在锅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肚子疼 坏了 快看看 他把硬币吃肚子里了 快什么医院 等等 等等 乐乐 你手里钻的什么 乐乐你闹馅了 没关系 还是看到了 是 我 给你 好